阿伯我來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BAY阿伯 今天是開服的第六天 再過兩天 我們的第一個限定卡池就要準備出來了 可以抽到寥寥 寥寥整體的強度非常的不錯 阿伯現在也囤了42抽 還有7500的金葉子 準備來挑戰一下 6月12號 剩下最後的兩天 好那麼在今天這個影片呢 阿伯最主要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 打BOSS超級強的 工具人 那麼就是我們的 夏姐夏晚聯 哇這個遊戲的立繪真的是太厲害了吧 這個隔著螢幕都好想摸喔 不是阿 我意思說想要摸他的這個衣服 看起來好像質感蠻不錯的 軟軟的 好再來 這個為什麼說他是最強的打BOSS工具人呢 因為他的必殺技 丟出來之後呢 可以對單體造成140%的攻擊 還有50%的機率可以使目標暈眩 那麼他這個暈眩效果 對BOSS也是可以生效的喔 好再來可能有人會問說 那他只有50%的機率很低好不好 好像沒有這麼好用 那麼我們只要把他突破上去 把我們的夏姐突破上去 然後呢就可以提升這個技能的等級喔 那麼到等級5的時候呢 這個暈眩的機率就可以提升至100%了 直接把這個王BOSS定到原地喔 定在原地啊 不是定到原地 像任動的披薩 一動也不動 那麼除了SR他自己的碎片 我們可以把這個資源給投資下去 把他突破一下 突破一下他的階級 那麼等級呢 我們也是可以來去幫他做一個提升 至於說階級的部分呢 阿貝覺得就沒有這個必要了 就沒有這個必要了 那麼4E套的部分呢 我們就可以穿一些回復內力的 回復...不是內力喔 不是內力 一直想到內 不好意思 就是可以穿一些回復怒氣的套裝效果 反正他只要把這個怒氣一擊滿 就可以讓BOSS暈眩 非常非常的好用 下節非常好用 用過都說讚 用過都說頂呱呱 哇真的是漂亮 哇這個遊戲真的是太香了 怎麼畫質可以這麼好啊 對啊 這個畫風我真的超級喜歡耶 真的是超級漂亮 這天氣還會變 好那最主要呢 這個玩法的部分 有BOSS的我們要去挑戰這個平亂四方馬對不對 就要打BOSS就可以用到 然後 伊亡古蹟的時候 像是這個25層 就是一個BOSS特別難打 一下一隻 那如果我們有帶到下節的話 直接把他暈在原地 我們輕鬆就可以突破了 好那反正就是打BOSS的 我們都可以把他給派上來了 就非常的好用 下節非常的好用 記得我們這個下節一定要講出來 不然別人不知道你說誰好用 好那麼在阿貝的頻道呢 之後也會陸陸續續的 新增更多的影片來分享給各位 那麼大家也可以在下方留言板 跟阿貝來做一個分享 如果你覺得有什麼樣的一個玩法 不錯的話 或者有推薦給阿貝的話 通通都可以在下方留言板 分享給阿貝好不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 這個回復怒氣很重要嘛 對不對 那單體的攻擊也很重要 這邊反倒是不知道要換誰 那把這個換掉好了 把我們的 這叫什麼 司空廁換掉 畢竟說他就比較 還好 然後上我們的下節 可是我下節還沒有給他穿這個套裝 先這樣吧 先這樣吧 沒差 到時候再去做個調整 我們來帶大家看一下 究竟有沒有機會暈眩 我剛有講嗎 記得幫阿貝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好不好 暈一個 暈起來 打的有點痛 暈起來 哇 沒暈到 有點痛阿 下節暈一個阿 下節暈一個阿 下節你都沒有暈到人 阿貝快要沒有了 哇 又沒暈到 太無情了 阿貝快要沒有暈到阿 就是回血多一點的話,有機會嗎? 有機會可以打得比較久嗎? 尷尬了 都沒有暈到 被殺的不要不要的 那麼 阿貝在想說阿,我們要不要多練一點單體的角色 畢竟我們這樣就可以去把每天的資源 多拿到一點耶,對不對? 不知道各位怎麼想 歡迎在下方留言板來跟阿貝做一個分享好不好 就是我們有沒有必要 為了要去打這些單體的活動 打BOSS的活動 然後特別去練一個單體的角色出來 歡迎在下方留言板跟阿貝分享 你寶貴的意見 來幫幫阿貝 那如果有練單體的角色 我們在打幫會裡面的這個活動 整體的表現也會好像蠻多的耶 對不對 我們可以來打這個月合破陣 來,我們來準備出發打打打看 挑戰 然後這邊呢,我們就要把這個單體的角色放上來 單體的角色放上來 來 怎麼好像在念經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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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就這樣 出發 Let's go 哇,這個遊戲 男的帥 女的美 太舒服了 啊 這個不是BOSS耶 所以這個沒有 我以為這個也是BOSS耶 那為什麼會有什麼趴數的血量 來給大家看一下阿貝整體陣容的表現好了 阿貝覺得我現在陣容整體表現我很滿意 現在這個PVP啊 表現的也是相當不錯 而且我們現在還囤了蠻多的資源 等到時候 一波爆發 剩下兩天 一波爆發 那我在想阿 那如果到時候這個寥寥出來 寥寥出來的話 就變成說 公孫 欸,這是公孫撤嗎 來,司空撤 司空撤好像準備就可以退役了耶 對不對 哇,司空撤沒了 哇,誰在那邊暈阿 我不會好像打不過吧 好像我打不贏耶 一直暈一直暈喔 哇,你看有下解是不是 哇,對手的皮都好厚喔 硬邦邦耶 來看一下 最後整體的表現 蕭瑤先生打了31700 哇,相當多 司空撤太早死掉 所以只有2萬 不然他整體的輸出其實蠻高 現在 司空撤的表現真的相當不錯耶 很捨不得把他換掉耶 你們覺得如果我抽了那個寥寥之後 要把誰換掉喔 好像就是把玉哲換掉耶 玉哲就是拿這個打BOSS 我們再把他放出來 好像就好了齁 恩,首領剩餘血量 哈哈 所以他到底這個是不是BOSS阿 搞不太懂 搞不太清楚 團隊的BOSS 其實他就有點像是這個什麼 遊戲王對不對 那個什麼 暗黑的那個要用什麼手腳全部組在一起 那可能那個就是他們的手腳 他們6隻組合起來就會變成BOSS了 哈哈 哇,每天上線這個遊戲心情真的很好耶 他的這個風景真的是很漂亮 好像在出去玩一樣有沒有 哈哈 超級像在出去玩的耶 一上來就有那種旅遊的感覺 所以說一款遊戲他的利會好不好 還是有很大的區別 對不對 還是有很大的區別 哇,好多的獎勵把他領起來 那其實這個遊戲也是蠻省時間的 一天好像差不多花一點點時間 就可以把這個所有的事情都做完 差不多花個一個小時吧 好,那阿貝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邊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